在淡水区新市镇滨海路三段与坎丁五路的路口 市议员蔡景贤特别争取了500万元 要在公园用地上设置两座网球场地 一块去了解 在淡水区新市镇滨海路三段与坎丁五路的路口 今年6月市议员蔡景贤向新北市争取了设置一处网球场 并且进行工程 而这座网球场在昨天上午也正式完工启用 市议员蔡景贤表示其实在淡水地区 很少可以看到公共使用的网球场 而为了要给民众更多元的运动空间 争取了500多万元 要在这块公园用地上面设置两座网球场地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争取 我就提案像我们新北市政府公军处申请 跟体育处申请 因为我们淡水人口越来越多 没有一个网球场爱好网球场打球 所以我争取这个 对我们淡水来讲 都有很多人来打球 我想淡水的运动人口越来越多 那这个好习惯呢 其实是从以前淡水体育会开始创会 然后大家培养不同的兴趣 那今天有这样子的落成 我们也很感谢新北市政府去工作 这么用心这么努力 那每一个议员呢 都发展一样项目 体育项目来支持 我相信会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运动人口加入我们淡水 在活动现场可以看到许多喜爱打网球的成员 这一块大约有700多瓶左右 而网球场的设计则是依照美国网球协会标准来施作 并且与去年世大运同等级的用料 还有夜间照明设备 让喜爱打网球的民众可以随时使用这块场地 在我们淡水气功所当初是征询很多网球专家 所以我们这个网球场是以美式的标准来打造的 那也谢谢我们国民运动中心 他们很热心的来认养 那认养是包括说这里的清洁维护 还有这个借用的管理 民众只要上国民运动中心的网站 或者打电话就可以做预约 那再来还是很欢迎大家能够永远的来使用这两座 那么合标准的这个网球场 面对兴趣证人口越来越多 许多周边设备也渐渐完备 而淡水区长表示在水管公园旁边是属于公园用地 因此就选择了这里来作为网球场的建具 而未来这一座网球场将交由国民运动中心来管理 并且是免费提供给市民使用 但是要事先先向国民运动中心来申请预约 也希望提供淡水居民一处高规格的网球场 让运动更简单 记者许多安一在全赛房报道